基查人員前進超市 依檢查貨架上的物品 發現這盒海帶卷貼有兩張標籤 而撕開特價字樣的貼紙 原始有效日期印著3月14 但另一張卻寫著3月18 重貼標的產品 還有這盒鴨米血 兩張標籤有效日期隔了5天 之間被基查連鎖超市 位在高雄人舞區 日前一位民眾表示 二月十五號到這裡買五花烤肉片 一盒只要六十九元 以為買到便宜撕開標籤 卻發現已經過期三天 事後業者坦誠是內部疏失 衛生局擴發後到場查驗 證實有身心及其品重新貼標的情況 將依食安法開罰六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的罰款 然而消費者又該怎麼分辨買到的食品 是否新鮮 販賣場所可能溫度控管比較不好 可能外觀會有結霜或是會有變色或變暗的情形 那這樣代表肉的品質已經有些改變 營養師說明只要保存方式溫度不當 即便冷凍食品沒有過期也可能會變質 吃下肚都會對身體造成危害 提醒民眾購買幾幾品錢還是要多觀察外觀 避免為了減便宜卻反倒傷了健康 華視新聞小錢成績人秋寫熊高雄報導 哈囉大家好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